這部電視機剛剛送到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 會不會是買得太大呢? 因為這一部是一部75吋的電視機 Panasonic的Fierra 不知道什麼什麼 那這部電視機呢我是 都挺極度不推薦大家買的 如果你是打算用來看這些網絡電視的話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電視機是游泳器 那它是有...本身已經建立了Netflix Amazon Prime Disney Plus 之類的什麼 那它這部電視機呢 其中一個我買回來的原因 就是我想用來看這個Netflix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這一個Panasonic Fierra的電視機呢 它在看這個Netflix的時候 是有一個問題的 我隨便找一套東西 Jerassic World 隨便給大家看一下 究竟那個問題在哪裡 它一開始的時候呢 它Play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嘗試一下 Skip到去1分50秒這樣 接著之後呢 它每一次都是在這個1分59秒 2分鐘左右的時候呢 它就會整個東西停了在那裡 不知道為什麼 對了,我沒有按停的了 我沒有按停的 它每一次呢 大家看到這個字幕還在動的 但是它的畫面呢 每一次去到這個1分50幾秒 這次是2分24 這次是2分14秒 接著之後呢 我也不可以再飛去第二個位置 它是不會再動的了 接著之後就 這個問題呢 我上網看了很多的評論 有很多人都說遇到同一樣的問題 就是在這個Panasonic的Fierra 這個系列的電視機上面呢 Netflix是不能夠正常播放的 這個是為什麼我不知道 亞馬遜Prime之類的那些呢 全部是可以正常播放都沒有問題的 我們嘗試報問另一套了 Suricide Squad 我沒有按任何東西的 立即來了 There is an issue with your streaming device Let's try restarting Netflix 這個無論我restart幾多次都好 我拔了電掣 拔了性 hard reset 都好呢 都一樣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我上網看了 這個是因為Panasonic的這一部電視機呢 它們走的是Firefox OS 其他Sony之類的那些 它們是走一個Android OS 這個是走Firefox OS Netflix在Firefox OS上面呢 好像一直都保持著是有問題 我看到有2022年的時候 有人開帖都說過說 在這些電視機上面看Netflix 是經常都會堅持住在那裡 接著之後播不到 接著之後有Error之類 這個是在Panasonic的電視機上面呢 是恒常出現的問題 是還沒解決的 但是因為這個原因呢 是令到電視機的功用呢 是沒有了一大半的 因為平時我是打算拿去看Netflix的嘛 播放其他沒有問題的 播放Amazon Prime啊 或者播放Abema 你看它現在完全不做了嗎 不是網絡問題啊 但是我拿來看電視機就OK了 就是我拿來看Abema Abema呢 就是平時用來看這個新聞的 就是我拿來 那為什麼我一部電視機旁邊放了這個Xbox在那裡 就是因為我要用它來看Netflix 哈哈 我要用它來看Netflix 那所以呢 我可以買一部Apple TV的 或者買個Fire Stick 或者可能買個Google的Chromecast這樣 那都可以的 但是我就 反正沒有Xbox 我平時在家裡 我在房裡打遊戲 我又沒有怎麼用的 那所以 就拿來放在那裡 打遊戲啊 然後或者可能是拿來 去到看Netflix的時候用 對了 用來看電視機完全沒問題的 看電視機啊 完全沒問題 在Panasonic的Fierra 日本版的電視機上面 在走在FirefoxOS的電視機上面呢 是看不到的 這個 不知道香港的那些可以不可以 但是如果大家 目的是為了看Netflix的話呢 我就真的完全不建議大家去到買這個Panasonic的電視機啊 OK 是真的 每次都是投了幾分鐘都沒問題的 投了兩分鐘都沒問題的 那我們 skip 到兩分十秒 開始不做了 已經 0%了 想 skip 到兩分十秒 0% 不做了 是看不到的 所以這個 不推薦 大家如果買電視機 買Smart TV的話呢 想清楚之後才好買 Panasonic 不推薦 早知道我買Sony 真是 生氣啊